这个季节是正经吃羊蝎子的时候 今天呢我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咱们酱汤羊蝎子锅 这是我们店里边的招牌 我们选的这个蝎子呢是专门做烤羊蝎子的这款 这是带着牌子都肥成精 这个呢是泡了6个小时 刚才我又冲了半个多小时的水 水是清的 冲洗干净之后凉水下锅 这回呢咱要有一个焯水的过程 大家看看这个肉 肉特别多 然后形状又好 鲜蝎子呢比较好熟 但是您要是买那种的这种鸡骨呢 那种的都是草地羊 熟制的时间呢要比鲜蝎子要长 这碗酱料是我们店里边已经调和完的 两份的黄豆酱 一份的蚝油 半份的猪猴酱 让它增加一个酱香的复合口味 还有这里边有香料粉 然后大家照着这区配 配完了之后跟那酱调和到一起就行了 一定要把这沫打白了 那这样的沫呢就是里边血水太多 但是这沫什么时候白了 这个打沫的过程才算好 这个时候呢给它加一点白酒 少来啊 就是为了去羊肉的这个异味 因为羊肉块比较大 一定要给它焯透 像这样的打沫 我们会持续20分钟到半小时 这个蝎子呢应该差不多了 用温水把它表面的给它洗干净 咱这蝎子呢给它放到干块锅里 加上清水 咱这个蝎子大概在四斤啊 白纸呢调一片就够了 凉姜呢调一小块 这个胡椒粒呢要整个的啊 放个一小撮就行了 干辣椒 这个得看您自己的接受辣的程度了啊 有这么20粒花椒 打一个底口 大概在15克 这个水呢应该在8斤左右 这个就行了 放个气半小时 咱们炒一个底料 一勺拌的那个底油 先炸姜 这姜的香气一出来 你就可以放葱了 葱姜呢要炸到什么样呢 色泽金黄 香气全出来了 这个料底才算炸好 这一勺酱呢大概在四两 小火给它炒香 酱香一出来就可以加水 用水给它调开 这个酱汁炒好了之后 您找个盆盛出来 搁在一边 泡好它就行了 半小时 到了关火放气 好了 咱这羊蝶子呢 经过半小时的焖炙 咱们炒好的这个酱料 它合到羊蝶子里边 咱们只要它上门这层汤 这叫过螺 下一步干嘛呢 兑汤 我们店里边呢 会单门掉一个骨汤 但是咱们今天这个呢 咱们就用这个羊蝶子的原汤 就可以了 老抽给它找一下颜色 您不喜欢颜色重的 就这个汤 给它煮二十分钟也行 一斤蝶子一根小米辣 咱们今天做这个是鲜辣口 最关键 来辣 酱汤蝶子里边 我都会要加一块咖喱 这个是我们店里边独有的 就这么大一块就够了 搁进去给它煮 再炖至二十分钟就可以吃了 这个蝶子 你要搁在这个汤里边 给它泡一酒 第二天吃 味道会更好 出锅 汤锅的蝶子呢 好吃不好吃在什么 在这个汤底 这肉呢一不冷就下来了 按照我们这个步骤去做 哪怕您没有厨艺 也能做个厨艺锅 完美的羊蝶子火锅 欢迎大家试做 啊 啊 好 感谢观看